我們現在正在互相切磋武藝 最後一集喔 給他一個空氣拳傳人的新絕招 嘿!三寸拳 歡迎收看我不喝拿鐵頻道 今天是末日生存的第83集 今天就要打一下1.5.6版本的AD寶一樓 然後今天的話呢我帶了這些配備 有三把鋸子 跟兩把鐵槍 跟鏟子跟 柴刀 還有一把錘子 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挑戰一下吧 Android改版的時候啊有看一個實況主叫做LeggerPlay 他有挑戰地堡 就是他有實況嘛 那時候有看 然後 今天會運用他一個方式 他之前的影片中有一個方式是可以隔著牆壁 然後可以打到鋸肥 就是有點像是抓控檔打 控隙檔 對 然後今天就來試試看他的方式 我今天會測試一下AD寶哪些位置可以使用 LeggerPlay他介紹的那個方式 然後比較奇怪的是 他怎麼會常常發現有些 空隙可以用呢 那我們現在一開始先進來這邊的話呢 有一隻櫃檯的人員 先把他幹掉 這應該是服務生吧 嗨 你好 受死啦 他應該是死亡率最高的一隻殭屍 好在這邊 廁所 廁所一朵一隻肥肥 用槌子好了 看可不可以偷襲他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挑戰地堡 可以吹他一下 現在這個大廳就是 以前 就是興建的大廳 然後以前的一樓已經到二樓去了 二樓到三樓去了 就往下一動 好 這隻呢已經把他打殘了 我們看一下這個地方 就是長這樣一個辦公桌 現在這個地方真的很像是樂園 已經不太像是軍事用地了 軍事用地的感覺 好 現在這邊就是兌換鎖 兌換鎖的話有三台機器 我們就可以用票券 現在先換這隻 這邊有一隻 小殭屍 我們先請他睡一下 好 很好 睡得很好 他的動作睡得有點奇怪 全屈成一層 這就是綠色的票券 好 橘黃色的票券 這也有 好 先打吧 這樣這邊不知道會不會潛殺 太快走過去了 可能先請他們睡一下腳 這邊有一間房間 先把它打開來 今天的箱子 我都先不拿 來 他看監控室 箱子部分呢 我到時候會統一一起拿 再會再錄另外一集給大家看 這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箱子裡面到底有多少物品了 現在先不拿 不然這集可能會錄很久 所以這集會以 通關為主 快速通關為主 然後不使用 不使用槍械 好 血池錄的部分我這邊先走 這邊有一個我的 過法 一個方式 等一下會跟大家分享我今天的打法 好 現在在這邊 我今天這打法呢 國外實況主他們也不是這樣用 這是我自己的想法 這邊的話都一樣 就跟之前一樣 就是來一隻錘子 然後我會建議大家如果要打地寶啊 因為他有三天的時間可以打 一定要多收集一些材料 比如說 鐵釘 然後 鐵塊 那些東西都要先收集 還有皮 動物皮 不然你沒辦法做錘子 還有膠帶 建議帶這打錘子是一開始啊 錘子我覺得對一樓來講非常重要 因為它的輸出是夠的 三倍輸出來講 跟單打的話攻擊力也比較強 我覺得比鋸子好用啊 這邊的話先用彩刀砍就可以了 這邊跟之前其實差不多 我都會先把這個房間打開 因為有一個很重要的狀況 等下要使用 然後現在iOS版本有點盾 我改辦以後就發現 還會閃退 然後還會盾 真的很奇怪 不知道是我這邊搜尋過還是怎樣 好 這邊呢 一樣 我們就先 把這個殭屍殺光 這裡可以拿到一些票券 現在已經所有的殭屍都要殺光光了 不然你票券拿不完 你要拿好幾次 如果只殺普通殭屍的話 好 先殺它 這也是我第一次打這邊 機槍都已經改掉了 毒氣關掉 現在呢 我今天都帶蘿蔔來吃啊 然後你會發現我的服裝是這一套 平民裝 對一開始 我地堡我發現有兩個 我這次創了一個方式 是兩個打 就是 兩次打法 第一次你先穿平民裝就好了 先都不打聚肥 聚肥之後再打 現在第一階段呢 要先做一件事情 就把下面門都打開 然後先殺普通殭屍 這是我的策略啊 分兩段是打 聚肥的話 我們等一下最後再用那個 REGAL PLAY的方式 好 很好 然後REGAL PLAY的那個 影片網址會留言在下面 他的網址會留言 就是寫在我的標題裡面 內容裡面 然後官方可能常提供情報跟BUG給他 不然他怎麼可能會知道很多有的沒的 都是從他那邊開始的喔 超奇怪 好 殺 綠座膏 好 剛剛我測了一下的方式就是 蹲 蹲砍 可以變空氣砍 就是手沒有揮過去 然後 空氣 刀刃會過去 他就受傷了 大家可以試試看 就是 按蹲再按砍 然後你按快的話 會省去了那個砍的速度 可是其實好像砍速差不多啦 大家再試試看吧 蹲砍 這邊的話我選擇先把綠座膏殺光 然後等一下有些地方讀取啊 我就會快轉 不然可能 大家會等那個電機等很久 而且他有沒有發現電梯的那個聲音改掉了 應該很多人被嚇到 就是 很大聲那個聲音 電梯 已經改掉了 這邊我先等一下讀器 因為我現在看到下面有一隻肥肥 我必須先等他走過去一點 從後面攻擊他 我打法會先到這裡 然後這個門不開 不開的原因是因為 現在這個遊戲有設定就是可以 追蹤怪物嘛 所以按追蹤怪物的時候呢 他跑速會比較快一點 就不用擔心血池 緩速的問題 等一下如果要來回打 一些巨肥的時候可以比較快 好這一門呢我先開一下 裡面有兩隻肥肥 看一下感情不好 背對背 背對背擁抱嗎 這邊的話呢 就是用槌子打比較快 然後我會盡量拉打是因為 我不想要兩隻 殭屍同時打到我 盡量啊 等一下我要測一下很多牆壁 可不可以用那個 就是隔牆打的部分 可是也不算隔牆打 應該是算 縫隙打 可是我覺得現在的 肥肥的攻擊力距離是很遠 這隻這個門我先開 這門一定要先開 好 現在的話呢 就往回跑 剛我先開了那個 原本發電機那個門 然後我剛剛看到發電機不見 我們現在就一路跑 跑回去電梯吧 先把那個存在感給 消掉 這隻跑出來了 等他一下 我想要把這次給他死 應該可以 直接先把幹掉好了 因為等一下還是可以殺他 我今天帶了很肉的鏟子 因為我的材料不夠 我發現一直入攻略啊 近戰武器全部都沒了 像我這一集原本我想要拿槍來大開殺戒 也想想算了 先入攻略好了 就坎坷一點 上面先 上面先開好了 這邊有什麼殭屍我看一下 我忘記它裡面有什麼殭屍了 我想一下 先開這個 這兩隻肥肥 這兩隻肥肥先打 像我開始先穿平民裝的原因是因為 這套補裝 就讓它壞沒關係 可是我現在不先穿軍裝 不然軍裝 這樣子 我帶了前面的殭屍我軍裝就壞了 所以我建議大家一個方式是說 你前面如果要清一些普通殭屍 你就穿平民裝就好了 不要空裝 平民裝 這樣你至少你的防禦率還夠 可是如果你空裝的話 可能會損血很快 你就吃補要吃比較多 其實地板很多打法 大同小異 大家大概都會可以 可以抓到一些感覺 就是看你要怎麼打都可以 因為打法很多種 我沒有補血了 剛好可以回去拿補血 先開一下 看一下這邊都不會 下面有個箱子 這邊箱子我今天不開 然後今天這集會比較長一點 也還好啊 應該不會很長 應該會有 我也不知道 沒有半小時 大家記得準備爆米花 跟可樂 現在呢 這邊 被發現了 我剛才想說可不可以偷打 下面來 先把這殺了吧 劇本我先不打 我先留到最後 我先往回走 而且我覺得國外實況主很好 他們常常拿到 那個 就是資源 還不錯耶 就是光幫我給他們的資源 跟一些情報 好我現在回來這裡了 我剛才已經拿完東西了 然後這邊是已經剪接了 不然你們可能會等很久 我拿了20個封袋 來 這邊我想嘗試一下可不可以偷襲他耶 我試試看 可是我怕會不會死掉 有點危險 因為現在死掉好像 不知道閃 那個閃退還沒有用 我靠 啊 死了 好這邊的話我就 快轉了 我已經回到家裡 又回來了 死的超慘 看來那隻是不能偷襲的 其實那一隻呢 不偷襲會比較安全一點 現在呢要第二階段了 準備要進入第二階段 所以就要換軍裝了 剛才只是想要測試一下 那這可不可以偷襲 好 那看來是不能偷襲 好現在就要點這裡了 這樣的話呢 可以自動走 他會去尋找 那個 殭屍 這樣走路會比較快一點 我們要等 打這隻巨匪 我先測一下這塊牆壁可不可以用 因為現在好像 每一塊牆壁都可以這樣打 好 等他一下 然後二樓也可以 我先測一下喔 應該是可以吧 我先測一下喔 因為我看那個 Raggerplay是這樣打的 欸 有點難喔 等一下我測一下 我第一次這樣玩 看到時候也是一直損血 他還吸了兩隻 好 等他一下 過來啊 然後換這塊喔 換這塊牆壁 沒中計 應該是拉的方向不對 我應該是從左邊拉 啊 被他打了一下 天啊喔 我這邊快轉一下 這邊用快轉的 不然大家看很久 這邊主要是我在測啦 過來啊 過來啊 哎唷 被打了 被打了 還不習慣這方式 再拉一個縫隙出來打他比較快 可惜不能穿牆打 就是說 比如說我武器都穿過去了 可是這樣他也打到我啦 因為現在巨肥有那個空氣拳 好這樣打到了 很好 所以這方式可以 只是說 你的服裝必須要有軍裝 不然 他打一拳就死了 打帶跑 縫隙打法 好最後一集喔 我現在 拿一些補品 我現在沒有補血了 大家記得啦 就是下面那個 獎勵都先不要領啦 你領了的話 你忽然間有 儲備桿起來就不夠用了 好這樣子的話是可以打死他了 只是說 剛開始 我也捨很多血 他就是用這塊牆啦 等下所有牆面我都會試試看 可不可以用這個方式 叫做 格三打牛 喔 他這算是縫隙打法 所以不算是bug 所以也不會有任何被改掉的問題 這是一個格三 格三打牛的狀況 我先走回去一下 因為我現在的 補血不夠 然後我想要去換一下服裝 好我現在換回來了 很快吧 用剪接超快的 超人數的 剪接法 只要點一下下面 剛我開的那個門 你就可以讓自動走 他會走比較快一點 好 我現在繼續往這邊走 這邊的門先開 好這是兩隻斐斐斐20號 球員是不是 穿裙子裝喔 一起死吧 哎呀我還裸體 裸體了 我的服裝 等一下再拿好了 先看一下 看起來可以從後面到 打後面那隻好了 先打後面這邊 下面門我是故意開的 因為開以後呢 我就可以用那個 AUTO 他可以自動去取怪 先把他拉過來一點好了 這集的話是一樓的 所有僵屬都清光光 然後我帶的都是沒有槍的 如果今天給我帶槍的話呢 我覺得會全部把他們烘爆 有沒有想要看烘爆殭屍的那個一集嗎 等一下好了 然後我有一個新的想法 到時候再拍一集比較特別的 這集先用那個 普通武器打 就是近戰武器 好大家一定要記得 一開始先去開啟下面門 你這樣你走這個雪車比較快 因為有些僵屍他可以 進電梯來回洗掉他的 醜恨子 像這隻可以 上面這隻可以 好 再來我再打一下下面那一隻 敲敲的 好準備快鑽 超快又回來了 忘了很稀 好繼續 這樣的話很快 就不用在那邊慢慢走 你可以省多時間 哎呀這隻這樣發現 所以這隻會忌恨 會忌醜 好我們來試一下吧 試一下我們的縫隙殺法 試試看縫隙殺法會不會幹掉他 快點快點 他好慢喔 我先練一下灰刀好了 很久沒練貝利了 我想要先試哪一塊 先試這一塊好了 發明這個方式的那個 實況主我真的覺得是官方提供給他的情報 好來吧 過來一點 現在要先抓好位置 看一下呢位置就好 加速喔 這是一個隔三 打牛 我們在互相切磋武藝的 一個 謀咪派 來 好 我們現在正在互相切磋武藝 最後一集喔 給他一手 給他一個空氣拳傳人的 新決招 嘿 三寸拳 他剛中有一招三寸拳 近身三寸拳 直接震壞他的內臟 好再來就是這隻 170 你是170公分嗎 沒砍到 有時候拉回去太快就這樣 我剛好 又可以用一次我三寸拳了 就有看理想傳人機 有講到三寸拳 喔唷 喔唷 被他 還是被他 發了一下 其實玩這個遊戲不一定要打地寶 說真的 大家可以先打野外 因為野外現在也可以拿到票券 所以呢 地寶呢 你可以花很長的時間慢慢打 我不覺得一定要先打地寶 因為地寶現在打 太當備武器了 不推薦 大家可以先去 玩外面就好了 裡面的話你有武器再進來玩 這樣比較不會那麼累 我剛剛點了下面的那個殭屍 這樣我這邊走路會比較快一點 因為他在自動尋怪用跑的 他看到殭屍就迫不及待想要擊殺 這不算Bug喔 這算是一個自動尋怪的設定 官方正有講 這是他們的一個自動尋怪 就像可以自己去找 那個 採集物一樣 好 我們現在呢 往這邊走 2 等一下喔 我試一下這個可以卡 卡這兩隻斐斐 我刺腳了 再測一下 斐斐的體徑比較小 而且移動速度比較快 比較不好卡他們 不然這邊殭屍都可以卡卡看 好 先給他死吧 我武器快用完了 現在刺腳了 想一下喔 這邊下面的門 好 先牽走上面好了 我先拿一些補給品 因為我的食物不夠 我先拿一些 這些補給品你們都記得不要領 因為這樣你才有備用的乾糧 OK 這樣應該可以了 現在要先打下面這些 小柔柔 可是很多 我之前其實打這些 只用AK47 直接掃射 今天為了路攻略啊 所以呢 就不拿槍械出來了 全部都拿刀子 來吧 先把他拉上 到上面來 因為那邊我沒有開 我是為了等一下用自動走比較快一點 好很好 這樣的話可以先把他解決掉 後面劇別在後面追 所以等一下我必須先 回去 洗掉他的仇恨 好我現在回來了 我順便拿一些 補給品跟 軍裝 大概總共要用兩套軍裝 好現在要先準備打這隻巨肥了 我先把他拉到上面來 好我試一下這塊牆壁可不可以 好等他一下 因為我必須慢慢移動 不然可能他會發現 其實我不太推薦這個打法 因為這打法容易死 如果你有槍的話呢 你在地堡還是用槍打到比較快 好這邊失敗了 我們先往下走吧 這邊可不可以 這邊也不行 每塊牆壁都想試一下 看哪塊牆壁最適合的 這邊有塊牆壁 這邊也試一下好了 看這邊會不會比較好卡 想讓他過來一點 好像可以喔 好像打不到我 那我打到他嗎 試一下 砍不到 隔岸交鎖 好像不夠 不夠靠右邊 但砍不到他 再移動一下 看他會不會過來一點 有有他過來一點 他扒不到我也扒不到他 好 這樣子的方式可以打到他 這片牆壁是可以用的 這片牆壁是可以用的 如果可以的話呢 就靠牆壁打 只是這個方式風險很大 我還是建議大家如果有槍的話就用槍打他比較快 因為這樣打的話呢 很傷你的裝 因為你如果失敗的話 然後第二個是 你要花點補血 好我們現在呢 下面還有一隻 小小巨匪 這隻跑很快的喔 我一樣把他拉到這個地方 大家看好了 這塊好像比較好用 好 等他過來 我等一下真的會加速喔 因為我現在還沒抓到那個感覺 這邊看起來比較適合 因為他這個移動框比較大 好我現在調一下角度 讓他靠近門一點 打不到 而且攻速要快一點比較好 因為他的圈 我要算他那個灰拳的瞬間 哎呀 哇賽了 沒有服裝 還好我要帶一件 現在就是一個 測試看要從哪邊打到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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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試了一下他的胎米就是 他揮拳的聲音出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按攻擊了 這樣然後再拉回去打 好這隻的話呢 我試一下這個會卡這個牆 他不要 好 他不要卡這個牆 很兇喔 好再鬧回來這邊 看可不可以卡這裡 卡這一側可以了吧 剛剛那邊不行 卡這邊可以嗎 大爺 這邊滿意嗎 這邊可能可以喔 試一下 離太遠了 再拉過來一點 再過來一點 跑進來了 那應該也是可以啦 只是剛剛我跑太過了 他直接跑過來追我了 我現在必須先把他引到 下面來 因為他等下方向才對 好像把他引到這邊來了 一樣的位置 這邊目前測起來比較好用的地方 其實打的時候還要小心 好這裡可以打到他 好 最後一集 好 來囉 空拳打他一下 我要抓一下 胎米 有沒有 人類的一拳也是很強的 一拳超人 直接拳頭給他最後一擊 好 先來這邊先開上面這個門好了 然後下面的門打開 這裡面還有兩隻鋸腿 好 一樣把他引到這邊來以後 就用這方式 現在看起來柴刀比較適合砍他 比較快一點 好 這樣砍的話蠻順的 就插揮拳的時候 揮拳完就馬上砍他 這樣子的時間已經剛剛好 只是這個玩法還是有點危險 風險蠻大的 好 沒有踩刀 用這把 鐵俏也蠻好用的 因為他的攻速蠻快的 在裡面就被太把 Natalie 看到的 你也是很忙碌 他會把他轉動 我覺得把你提醒了 然後負責了 我可以拔掉 再用火把你提醒 我可以拔掉 因為他們有一點 我也是 他 像 做 他說 哇 這樣打超有節奏感的 鐵敲這樣打其實也蠻快的 所以如果說你的材料不夠的話 你做鐵敲也可以 只是要打比較久一點啦 就是你可能打一下拉回來一下再打一下 然後等它出拳聲音結束的時候 你就馬上回音就可以了 地寶現在二樓已經通關完畢了 全部的殭屍都殺光光了 再來我就會進行三樓的攻略 可能要等明天才會錄囉 所以請大家準時收看下一集 總之這個方式就給大家參考啦 因為這個也不是我創的方式 就是國外玩家現在都已經船班了 都用這個方式來打殭屍 開箱子的部分就會等到時候兩層樓都打完後 我才會錄一個開箱子的 所以應該會先打二樓吧 可是二樓的話感覺不太好打 因為殭屍太多了 好那今天這一集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個遊戲見喔 掰掰